歡迎回來繼續收看中國禁聞 一部動漫紀錄片讓全場觀眾激動起立 當場學煉法輪功 也是這部動漫片記錄下20年前震驚世界的 長春電視插播事件 這就是斬獲多項國際電影節大獎的紀錄片《長春》 著名的旅美藝術家郭敬雄表示 這是他作為一名長春人回饋給故鄉的禮物 2002年3月5號 一群平凡的長春法輪功學員突破重重困難 在長春8個頻道插播法輪功的真相短篇 在50分鐘裡 使當地至少10萬名觀眾了解到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 而這也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50分鐘 很快 這些插播勇士們就遭到中共迫害 多人被迫害離世 有中國漫畫天王之稱的郭敬雄 當時也是眾多長春法輪功學員中的一名 受插播事件影響 他也歷經多次迫害 最終被迫離開中國 如今 他用畫筆把自己當時在長春的經歷 以及插播事件幸存者的親身經歷畫了下來 然後由加拿大製片商Lofty Sky 製作成動畫電影長春 再現這段珍貴歷史 導演團隊他們選擇了我選擇的這個故事 選擇用我的這種技術才能來表達 對於觀眾來講 他們不僅可以看到一個藝術家的才華的展現 更可以看到藝術家背後的他的故事 然後以這個視角來切入到整個那個大時代下的 那樣一群年輕人他們一直犧牲的那種信仰是什麼 這部86分鐘的紀錄片 採用真人與動畫相結合的方式 製作過程持續6年 曾獲得皮薄迪獎的電影製片人 勞夫塔斯是該片導演 他和家人因拍攝長春不斷受到中共騷擾 但他沒有退縮 今年4月 長春在荷蘭海牙人權活動家之夜放棄後 全場觀眾起身 抱以熱烈掌聲 並當場學練法輪功 在北美最大的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2022 Hot Dogs 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 長春獲得公眾獎第一名 目前長春已經在加拿大 希臘 英國 荷蘭 美國等地的電影節上放映 並獲得十餘項重要獎項 郭敬雄表示 但是深深觸動各大電影節評委的 是影片中的法輪功學員面對殘酷人權迫害時 採取的不是暴力反抗 而是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 我們採用的是一種美好的藝術的 是陶冬人情操的方式 是讓人感受善良 是非常明顯的區別於其他的 關於人權鬥爭類的這種電影 長春是中國東北的歷史文化名城 也是法輪功的霸祥地 作為一名長春人 郭敬雄希望把這部影片獻給自己的故鄉和祖國 雖然長春插播事件已經過去20年 但郭敬雄說 直到今天法輪功學員都沒有停止 插播勇士們當年所要做的事 那就是向可貴的中國人講清真相 讓他們突破共產黨的封鎖 看到真實的世界